全球华人最具影响力的公益盛典 华人公益节 华人公益领袖论坛 华人公益金船奖 华人公益大使赠勋仪式 华人公益展 本次活动因应疫情 台湾首创台举线上颁奖仪式 与海外平台同步直播 跨国际宣扬公益理念 共同与海外华商企业 为公益留下永恒的公布 今日接受表扬的企业领导人 都是注重企业责任 推动社会公益 不遗余力的楷模 对台北市商业活动的发展 做出了具体的贡献 取取在座各位业界先进 持续取之于社会 用之于社会的理念 将企业社会责任 视为公司的核心价值 共创友善繁荣城市 许多的企业 看好台湾 投资桃源 政府也期盼 和企业一起成长 实践公益 让社会更进步 这样的公益 让我们的企业平台 可以更加的亮眼 更加的亮丽 能够发挥自己的力量 更多人一起来做公益 做好社会订阅 来让我们的社会订阅 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计划 首先办法是公益企业金船奖 第二家恭喜陈俊龙博士 亲爱的长官家宾们大家好 我是美国Dental Implant Institute的 CEO陈俊龙 很高兴地获得华人公益奖的肯定 这个公益奖对我来说意义很大 我从小被手术过时 父亲一直叮咛我将来回台湾 要贡献所学 以前做公益意为捐钱捐物资 后来觉得病人的健康 开始做议诊 看到病人的微笑 好像比捐钱还快乐 直到有一天 我刚好病人是 钱宏都拉斯总统夫人 我就问她说 和亲的国家做议诊 她有点打脸我 说你是要来西西亚 爸爸亚妈 我们国家有三间 亚科大学 不需要这种资源 但我们国家需要的是 你能拿医诊 带你的发明的质押技术 做医 质押医诊 我从此深深体会到 把我研发的一专质押 一次手术到位 贡献出去 我在宏都拉斯看到的 不只是病人的微笑 或感觉到的是笑 还带眼泪 无法解释的另一种疑症的意义 再次谢谢大家 希望这个疫情赶快结束 祝大家平安 国际疫情学会中华民国总会 陈英国理事长 国际疫情学会中华民国总会 主要在研究及传承 祖先留下来的疫情智慧 过去二十年 本会多次代表台湾 参加两岸及各国相关的研讨会 及论坛 对于两岸文化交流 有相当贡献 并在世界各国推广疫情 教授疫经强调将经典活用在生活当中 其实经典教育越早越好 因此近年来我们学会也大力提倡 儿童读经 并且提供清函奖学金 我曾经为四家半导体厂 进百家财商企业 世界知名桃车集团 规划改善他们的甲州区企业总部 工厂及住家的风水格局 让老板赚钱之后 再劝寄以及建议企业主 除了注重风水之外 更该在组织文化中 导入伦理道德 及回馈社会的思想 当然如果有能够翻译经典的人才 更欢迎加入我们的行列 一起弘扬传统文化 谢谢过去曾经帮助过或栽培 支持过我的人 是你们的善心 舞动了我的善愿 是你们让社会更美好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